即是你會看到很多時候好像昨天 有位新的網友 你們是甚麼節目? 哪條啤梨晚報? 這麼多粗口由頭說到甚麼質素? 那我就說 當你聽到粗口的時候 即是甚麼人就聽到甚麼 高側的人會聽到裏面的內容 裏面的表達 新聞的報道 低側的人會聽到粗口 那你覺得自己是甚麼人? 就算是說粗口 是否代表 即是說你們說粗口的 又是甚麼國際線 跟甚麼國際線那些完全沒有關係 第二 是否說粗口的人 就沒有他自己言論自由 即是這個網上世界就很好 因為節目全部都不用錢 你選擇你對聽 我有粗口 你不喜歡聽 你有潔癖的 那你就沒有聽粗口 但就不可以令到想聽有粗口 都要被迫遷你 然後那些平時說粗口 就不說粗口 對不對? 就等於 即使 譬如 有些 他有時的思維和我不同 大家有些意見不同是很正常 但不代表 他沒有他言論自由 不代表他沒有他表達的自由 就像梁啟治 如果他講真些 美國話 一講那些 哎呀扑街 亂來的 就大家唇槍涉劍 即你可以講一下他那篇文章 有甚麼資料錯誤 即他都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但就不代表不讓他講 即是讓他不要講 是吧? 這是完全兩回事 在正常的地方 就是要百花齊放 你有你講 我有我講 那些人覺得誰對聽 你就拜誰 而且不會每件事 大家立場都一樣 好像我和啤梨 我和肥力 很多時候有不同的事情 也有不同的看法 即是不同的事件也有不同的看法 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不是說你的看法不同 不讓你說 扎著你 你這樣 即是不會 這些才是 言論自由 就是大家可以講大家的說法 口講口陪 那 這個剛才講過就是南方都市部